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都懂得我们要族的故事还有我们的来由 所有的故事从我们的祖先传下来 是为了让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团结在一起 我们的民族从我们祖先的土地上 去到山里头 然后重打开 一些部落分散到了其他的国家 我们关于创造和洪水的故事 跟神经里头的故事很相似 神经是很久以前写的一些书卷的回记 这些书卷是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印 这是如何跟这个创造我们的神建立良好的关系 太初有岛 岛与神同在 岛就是神 玩游是觉得神造的 神创造了宇宙玩物 高山和河流 天上的飞鸟 地上的动物 海里的鱼 还有花草树木 神按照他自己的现象 创造了眼 并且把生命的气息吹到眼里头 神创造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神在玩石玩物上供应他们 祝福他们 并且和他们和母的同住在一起 他们的责任是要顺服天宠神 并且照顾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在那个时候 有一颗虚 神经是男人和女人吃那颗虚上面的鱼 但是蛇是一种非常狡猾的动物 他想要骗男人和女人 每天神的命令 当男人和女人犯罪 神惩罚他们 并且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干脱口 因为神是神结的 没有犯罪的 从那一天去 眼就开始经历一次一次的失望 并且死可乐和神之间美好的关系 好多年过可乐 一大一由一大利人 赖到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邪恶和没公平 正因为讲字 神有洪水 毁灭过这个世界 但是神阔恋瘾 所以他选择针灸一个 相信神靠神的家庭 还有每一种 两只 一公一母的动物 崩碎过渴之后 眼继续在地上 反应深耳于腻 不断增加盈扣 并且分散到全世界上 眼懂得神没在喜欢他们 所以眼开始烧香 贤疾 眼也听从 道德的教导 不断的尝识 让眼显得更加公益 但是 这些都没有用 眼仍然会神个力 但是神 还在这个世界上的眼 他持个眼仰光和玉碎 使他来弄走无声障 神一打眼将来有一天 他会排一个眼来 打开 恢复 和圣灵美好的关系 有一天 圣灵道变成了眼里有声 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到我们眼中间 这个眼的名字 就是耶稣 耶稣 叫到眼 什么是圣灵道 他一直变眼 凭着靠圣灵道 甘州邪恶 耶稣 完全地顺服圣 而且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错事 尽管讲着 华人还是恨耶稣 把他钉着用两根木头 钉成了十字架上面 撒死了耶稣 耶稣 成了神 舍免用来 罪你的署罪的评证 他死之后的三天以后 神一直过世界上没有的能力 让耶稣从死里复活 相信耶稣里面 记录下这些事情 还要谈讨这些事情的虚弦 凭着回忌边在一起 成了神经 如果我们要注意 天从耶稣的教导 该整凭着相信耶稣 我们就能得到 和神永远在一起的祝福 我们不再需要向神贤疾 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做过一个完全公平公正的愿 祂帮我们赎罪了 神是让我们通过分享这个好消息 来祝福所有的家庭 并且找到所有的愿 耶稣的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